有關於初級消長跟刺激消長比較好的證據 初級消長是從沒有生物就開始 而刺激消長是發生在原有質詢的改變 對啊 先打勾勾 初級是沒有生物 刺激是原有生物 只是發生天災人禍 重新再來一次會比較快 然後B選項 其實B選項我覺得有爭議耶 因為他答 初級老師認為應該是初級 因為全世界的生命 都發生過初級 可是我覺得這個 應該都發生過天災人禍一堆 對啊 我支持你們啊 所以我覺得B 好不好 送分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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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那先把1搞定 初級消長打電風局所需的時間比較長 對因為初級消長要從第一顯胎 然後草本 然後掛木 然後橋木比較慢 初級消長的比較短 因為他直接有草就往上漲了 掛木橋木比較快 所以1是對的 四級消長比較快喔 時間比較短 今天階段比較短 今天階段比較短